今年的入學申請櫃可為一波三折 考試頻頻都被取消 不少學校都改變了申請標準和時間 放寬了SAT或者ACT的要求 沒有任何一所的大學 會將教學生怎樣賺錢當作教學的核心 而校訓更加多是鼓勵學生可以開拓思維 貿求更加好的未來 因為大學要找到學生 他不希望因為有疫情 所以你就有一個 excuse 藉口 所以我哪裡都不能去 所以我天天在家裡 我這個遊戲已經打到第幾級了 我是一個很專業的Pro在打遊戲 這些不能構成你進大學的一個加分的項目 所以大學要看到就等於是說 申請大學的這個時候 11年級跟12年級學生 或現在讀10年級學生 你都可以跟ACI的這個團隊 ACI的Counselor 主任聯繫 問問看孩子現在目前 他有哪些網路上的課程跟網路上的活動 網路上的學習或網路上的比賽 可以去參加 我覺得這些在ACI的這個團隊 這帶領之下 很多學生他還是找到一個平台 能夠把他有才華的 能夠服務他人的 能夠溝通發揮你的影響力 創造力 組織能力 行動力 都利用網路上的活動來進行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